记者彭剑里苗栗报道,时代力量在下届苗栗县议员选举,于第四选区,竹南、厚龙、造桥、第五选区、头粉、三弯、南庄,分别推出宋国鼎、曾敏学参选,两人今天早上执行党主席黄国昌、苗栗党部主委邱显之等人陪同下,完成登记,并签署三大承诺保证书, 即呼阳光透明新议会,你我做火来改变三大承诺位,当选后定期向人民报告工作内容,公布议员配合款留项,即不会选,不包工程,不收回扣。 宋国鼎、曾敏学表示,当选之后,一定落实三大承诺,并立足议会直播,大造阳光透明新议会,对选民负责。 黄国昌表示,这三大承诺,对时代力量而言,是最基本的要求,但在苗栗兰绿两党,却出现因会选当选无效者,可以继续获得提名,请两大党主席,向人民说清楚,青莲是不是仅是口号? 黄国昌说,新世代的台湾年轻人,已经厌倦了贪污汇选,鱼肉乡民的政治人物。 苗栗有助美丽的土地,有助丰富的自然资源,如果不是贪腐的政客,掏空了苗栗,今天苗栗的乡亲,为什么会背负这么大的债务? 为什么看不到未来?这是时代力量决定要站出来改变,最重要的理由,对于已登记参选苗栗县长的徐定真与前县长刘正宏同框。 黄国昌指出,对时代力量而言,最重要的就是价值跟理念的坚持,徐定真与刘正宏两者之间,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协议,或是什么样的交换,我们并不清楚。 但是时代力量,走自己新政治的理念,绝对不愧因为这样有所偏移。 在激情过后,汉线发达的黄国昌,上一衬衫几乎被汉水浸润,再度上演诗悲秀。